来看到国内财政部长张胜和他自创了一个feedback tax回馈税 他昨天宣布财政部将提出所得法修正草案 将所得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富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最高急剧 从40%提高到45%最快明年起实施 而一旦修法通过的话预计全台有将近一万人会被加税 张胜和说社会回馈税的加税对象 硕定金融业与股票投资人将贡献国户800亿元税收 其中一部分算用来对上班族与身心障碍者减税 而以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为例 张忠谋今年光是鼓励所得就高达3.8亿元 而在新法生效之后呢 他就必须要缴纳比现在还要多1900万的税 要回馈社会的税制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回馈税 feedback tax 拿出看板要镜头好好捕捉到底什么是回馈税 政府局在面临破表危机 财政部长张胜和24号亲自说明财政健全方案 强调不是加税 只是获利企业国内的有钱人 这时候应该要挺身而出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先生他也讲过 有钱人多缴税才是君子 那这9500人 我们希望多缴5% 这个大概有99亿 扭转政府的财政赤字 行政院要推财政健全方案 先对金字塔的顶端开刀 年收入超过千万以上 新增综合所得税率 45%的急剧 大概有9500个高收入户 同样被锁定的 还有年终奖金破表的银行保险业 也要把营业税率上修到5% 甚至本国国民每年领的鼓励 可以折底的比率也要减半 希望能够趁机调整财务结构 如果只有从收入面调整 我相信人民也不会接受 因为大家都交钱 那你支出面不检讨不行 所以我们支出结构 一定要调整 每年的财政缺口高达2700亿 财政部打算未来每年 只举在1200亿 就算加上回馈税 公股释出也不够 赵盛合认为政府的支出 尤其是年金要全面检讨 财政健全方案除了跟有钱人 企业多拿钱 也有其他的减税配套 像是小老百姓的薪资扣除额 还有身心障碍的扣除额 都将从10万8上调到12万8 预计有648万人受贿 这次的税务改革 还需要等立法院通过 最快明年试用 其余的部分 财政部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 赶紧上路 UDN TV5 袁锡 陈岳威 台北报道